我现在就随意在浪费时间 等会 等会去捕捣去 泡梅 我现在在抽草莓味的验子爷 好兄弟爷买了吗 怎么才能打大兰兜 就是毫顾深渊大兰兜一级能打吗 我现在个星号能跟你打吗 现在没 没位一级 不是每一天的纪归 我当的冬天 昨天 昨天跟我那个 昨天不是陪完吗 陪那大哥 20分钟80刀 哎 还没帮他 线上被风 被风导单啥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有机器人啊 王辉没学Q 他跟着流皮子 哎 不愧不愧 哎 我想给你生孩子喵喵喵 我想给你生一个 枕头猪 可以吗 哦呦 不说我这默认了呀 哎 哎 少了一下 好亏 我今天看了个小说 然后 然后 然后看完了 就很难受 哦呦 如果没看完我就没感觉 但是一旦看完了我就很不开心 他好像不死了 他没有点燃啊 我以为他带了点燃啊 他没有点燃啊 我以为他带了点燃啊 哦 哦 哎 哥哥哥哥哥哥 哎 哎 应该没了吧 哎呦 这个是我 哥 哦哦哦哦 哇 完了 这丢人呢 这下丢大了 不用腿 我天呐 我今天被单杀了 他没啥 还是这也多蓝剑 然后如果多蓝剑的话 这波直接一闪了 包括三级 他在塔下 焦点 焦闪性的波 如果杀聂的话 这波他绝对死了 就多五顶法强 我伤害对吧 绝对不是四十九能 还算了不是五十的选吗 就算吃一个点牙 剩一下也都撑到四十了 我五顶法强 我Q一打不可能只能打 我倒是这就选吧 他打他打了 还要不是杀不回来的 怎么玩都不会输的 你还别说 他给英雄十三环 他还在高啊 打你号 哎我不行是打你号 那也不好吗 不合适吗 说我打你号 陪你不收钱 万一有人找我包天 打的 我拿的跟你谈钱 好兄弟 然后没什么压力了 没什么压力了 我不吹了 我得一闪杀了 还行 还行 没有一个我的装备 哎 我想跟你一起玩 我不想一个人玩 我真的不知道 那大哥 他总是被当杀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发生 就 头盘接鬼对吧 对面中间流浪啊 他不管打什么英雄 啊 他总是就很多借口 就 就 就问这吧 能被 我流浪很好打的 不可能被当杀 他能被流浪单杀两三次 你说被当杀 后面还怎么打 还白金分断 我玩的打野 前面我开始玩的什么 狗熊 就玩那些肉 就我能去卖的 我不帮他 他就被当杀 那我帮他 他也塞不动 那这样我真的 完了 哎呦 呦呦 他是真的不会打滑 别别别 别别别 让我快两秒 哦 哭了 还挺准的 但是 他打到好 明明 所以 是 你 对 你 我 不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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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明天的升卡到我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什么叫做机架 然后我就发了 哇 他在干嘛耶 你看赖克玩的还挺秀的耶 以前直接交扣了 DQ 还在一的过程中就放了Q 别别别 他会被塔下操我一波水 他不可能带了 哟 一个一场头 哎 被狗狗达被查人同了 我认为阿克这手带你 我认为你能说的有有点道理 我说补刀能不能定一下吗 然后他就 他说 哎呀就 说他年纪大了 然后就 感觉不太合适 我说 我玩戴呀 我玩戴呀 我玩戴吗 我说我说你等我 你别打先手 我说你等我 然后他就直行走上去 然后被秒了 我感觉他杀不死我 我就没办法了 他残断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看我玩游戏玩多了 我打白晶 我就是主不脑耗对面压对面选拳 然后后期我伤害是 我还手上的时候 我肯定能秒他 然后大哥老板他就不一样 他就觉得 他五层 有时候零层上的时候 他也敢跟对面刚 他敢一闪过去杀 明明杀不到那个人 也没有人会跟上他 但是他就想开 就很那个 我是不怕被抓的 他怕被抓 然后 他 他 宣战模式 没人骚扰的情况下 十分钟 可能 七十刀 肉肉的刀 没人骚扰的情况下 他说 我给他叮的魅帽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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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踩门人堵,我觉得我给他定的没棒,十分钟只要你能补七十刀,对吧?我就觉得OK,补刀不第一 他说踩门人堵,我估计可能连七十刀都没有 你的补刀有那么难吗?不就是太多问题吗?你真的补会补到刀吗? 你觉得呢? 我靠 我认为这个派的问题,真相补刀,A是一刀,Q是一刀,B是一刀,怎么可能会逗刀呢? 有些东西,我让他去看啊,对吧?就是,补刀我,我在说有什么用,对吧? 这东西还不是得靠近自己,这东西你不能看别人玩,你就能提高,对吧?这东西得看你自己 还有站位,他打对面的那些英雄啊,他总是打一套他就跑,或者被对面打一套他就跑 比如说就是艾克吗?E,我就想打个比方啊,就是艾克,对吧?他EQ打上来的时候,他就跑 就,他干嘛呢?他买些位啊?他的一技能吗?我觉得艾克就EQ打完之后嘛,他不是没有技能吗?对吧?就是技能中攻击,就要个人打开距离,你的所有技能都能打到他,对吧?但是他不,就他,对面打一套之后,他就反向跑,就那个人也不追他,然后他就丢了一个一技能,就他就觉得对面会来,会会来刷的那种感觉,就哎,这不好说的。 他,他站的位置有问题的 就,首先,跟我关牌的老哥,号组,也个,好的,就是,看我嘛,我站的位置,我打中的时候,我总是会站在对面,号不到我,然后我随便能补得到刀,而且我还能骚扰他补到的位置,就跟那些白银黄银的人打游戏,有的甚至有的白银也是一样,就我站的位置, 很神奇的,就有的人他会觉得,就就觉得莫名行道打不过了,很正常的,我站的位置,他,是吧,但有,他就不看嘛, 诶,诶,别别 诶,很深刻的地位,是吧,这不是? 诶,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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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这个? 诶,我穿了一顶的,然后他学我站的那个位置,然后就打野来让他死一次, 然后不是经常会选不到蝎鬼吗 然后他玩他就玩打野 就是之前让他就是蝎鬼没了 就是肯定卡拉丁嘛 他就是不会玩卡拉丁 他也不玩狐狸那种 然后他就玩黄子打野 问题又来了 他玩黄子打野 他只刷他不干客 他哪里都不去 他就在那里刷野 你跟他说 他真的没一直到这个问题在哪 反正我玩卡拉丁 我确实不要抓 但是队友不要抓呀 队友总是 你知道白金四 他肯定在上被抓他就打不过了 我上都来了 你可真牛逼 他不Q这个兵 下方是想杀的 看他在开没 是Q先过来的 然后还有这个东西 还有人 完了 我认识人家大我了 我慌了 我认识人家大我了 他这些个P人 全不知道他了 哇塞 套操搭啊 一个EQ 这样子人好喷 瞎子逼死了 为什么要这么招真人 别追我贴子 我不该这么招W的 结了我 我的问题 不过我结了 都不该找W了 我早点单子好了 我这一波他们必死的 不聊天 然后昨天打了下午吗 我可能没睡好 说 今天晚上是有点睡了 然后我下午两点我就醒了 不是早上那你就醒 睡不着 然后 然后弄到下午 没睡觉吗 然后头开始疼 我跟他打 打了一下午 然后打到十一 十点实在受不了了 就睡着了 然后 对打到九点 九点半左右吧 然后就去吃饭 不然饭 直接睡觉 睡到早上整整睡到好像七点 六点六点 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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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点点一 九点半 十点走六点 六点一 接着加了八个小时 然后我就正常了 我现在 但如果有保抵套 我还得晚上打 还是得 还是得 还得奥一 我还得到 我想我 熬夜 感觉我现在正常了 熬到晚了有啥用 熬到白星 我白星也不做什么事情 阿哥怎么那么烦啊 狼人又大了 你说我要改到白星有什么用吗 白星看的人没有晚上多的人 白星协会直播太多了 你就说我吧 我真的要去做兼职 一小时也十十块钱 可不比直播要赚得多 你知道我这个月有赚多少钱吗 我这个月赚了一百块 就直播收益 我没算包信号 以前都是四百块的 就今天 我这是 才一百多 然后这个月 现在是五号吗 我这个月收益才五十块钱不高 就太低了 就太低了 我这个月收益才五十块钱 不是可以提前收益了吗 然后我一看后台了 五天三十块 这是个月子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怎么这么肉 哎呀大哥 你大到这给我什么意思呀 我这个也是四块钱 然后你要个人推广就录我 我六月份 等等六月份才专一百二次了 别专一少 我从我从去年十月 还有去年 其实 17年11月份我就开始播了 我好像就不到现在了 哦哦哦 好像有大佬 我发你 停停 走路 发你 啊 啊 超人的